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许许如生起来 相传 景泰兰工艺解于元代 到了明朝景泰年间 记忆趋于成熟 成品以蓝色为主 因此得名景泰兰 在古代 景泰兰因为用料昂贵 工艺繁琐 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都是皇家专属 仔细观察 这些精美的文饰 都是匠人们用一根根发丝般细软的扁铜丝 掐成各种花纹 焊上去的 在铜制的胎形上 填入多彩的色柚进行烧制 接着进行磨光 镀金 最后的景泰兰成品 色泽鲜亮 端庄大气 景泰兰文饰丰富 生动多样 有龙凤城祥这样栩栩如生的图画 也有福 寿 习这样简洁大气的文字 还有寄托信仰的佛教图画等等 景泰兰及中华历史 文化 艺术于一身 代表了我国手工艺品制作的高超技艺 也体现了手工艺人们的匠心精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